两岸如果今天还希望我们脱离西方 把我们推进的兵凶战围 希望金门马祖能够像过去一样 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地方 继续维持现状的话 那台湾一定要产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到今天为止 0分 就凸显出来一件事情 过去在有九二共识说 这种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台湾和美国在互动这个部分 是不是又踩到它的红线 它必须要借由军来展现它的态度 当时如果马总统那个时候 应该是偏向于和 因为他要和解的制度化 那蔡英文总统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基本上是拖了 未来的我的判断呢 那只有斗 拜登如果赢了美国会乱 因为川普会被关 他肯定困受之斗 如果川普赢的话 世界肯定会乱 今年反而最有可能是两岸 签署这个30年和平协议 最有机会的一年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根本就放弃武统 如果耐心的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超越陈水扁 马英九都做不到的事情 习近平拿到历史定位 超越毛泽东 邓小平 变成世界的领袖 两个人都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 金门厦门海域的传品翻覆意外 造成了两人死亡 就是人命关天 目前这个事件还在延烧当中 但事发至今呢 关键点就在于 没有录影画面 导致两岸现在是各说各话 可到现在为止 就在这个时候 仍然是看不出有什么解决方案 最新的进度 画面上我们提供给大家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陈宇珍 他已经表示说呢 他愿意前往大陆去沟通 也希望中央能够授权地方政府 去和对岸交涉 同时他也鉴请行政院 为一线的海巡署弟兄 增购密露器 好 他也特别说 其实早在多年前 我们就已经买了密露器 但是最后是因为中国制 made in china这个关系呢 所以被禁止使用 那若是真如此的话 谁该负起这个行政责任 现在这件事情 我记得春公在节目当中 曾经提到了 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政治问题就必须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 两个问题想请教春公 您觉得接下来这个事情 后续会如何来发展 第二个 怎么用政治问题解决 现在好像双方本来要透过红十字会 我这些年碰到陈昌文律师 我要讲怎么又回到金门协议了 搞了半天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不能用解放 回到这个好像两岸 从本来从对抗 到了互动 现在又回到对抗那个时代了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那我想将来这个问题 一定要解决 这是肯定的 否则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螺旋下降 而且双方敌一螺旋 双方敌一螺旋 而且尤其是民间之间的气氛 很不好 我们朋友 大陆很多朋友 因为这几年来交往 他们都有感觉到 这种非常一不祥的气氛 所以你刚刚问我 将来的发展怎么样 我到底非常简单 我说将来这个问题 你除了法之外 我前天在节目也讲过 你还要这个 中国人讲情理法 你一定要妥善的来解决 那陈委员 陈运生陈委员他讲地方 这个涉及到内政 地方的问题 我想陆委会他们一定不太同意 你到时候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掉的话 这个不好了 当然一定要中央授权 问题是中央他会不会授权 那么就凸显出来 像民进党政府无力感 是不是 将来如果演变成 那么地方能够 中央不能解决地方能够解决 中央不能解决的 民间团体能够解决 这个政府就完蛋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陈运生委员他说 他愿意代表 去跟金门先生府去跟对方沟通 海棋会 海棋会是授权的 它是一个非官方的 就官方色彩的民间团体 红十字会当年 像陈湛文 陈律师对岸是 也是都是授权的 当然可以的 问题是民进党政府愿不愿意要做 而且谈定之后中央认不认账 认不认账 最重要谈的认不认账 你不要谈了以后到时候不认账的话 连地方的那种credit都没有了 本来金门关系都不错的 像陈律师 我了解他跟大陆对岸方面 本来就都不错 你想到金门 马祖尤其金门 很多地方都靠大陆 你水 青菜 甚至地方 我看到我到那边去 吃了鱼什么 很多搞不好都都大陆的 所以这种关系 其实剪不断底还乱 所以我是希望这件事情 一定要妥占处理 那现在在520之前发生的话 你要拖到520之后 真的很麻烦 对现在政府很麻烦 结果凸显出来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强调 突显出来就是说 你过去在有九二共识说 这种问题干嘛不是问题 我助理像这种问题 我助理过很多 两岸之间过去您也提到说 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下 所以双方有这样的默契 模糊空间很多 你今天他连你的那个 我看昨天 昨天我看到大陆方面 他连你的金门马祖的执法权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请教 因为现在看到说 陆委会方面的态度 你可以听到是 由他们的副主委间发言人詹志宏 他就说 目前两岸是不缺乏沟通机制 但是沟通机制 没有办法有效运作 原因是在于对岸片面设定政治前提条件 可是很奇怪的是 陆委会又说呢 两岸谈骗属于中央政府全责 地方人士热心参与两岸讯息传达 我们是没有持什么反对意见的官话 但是从危机处理 我们现在想说因为这个事情现在演变到说 大家都非常关心两岸局势会升高 如果从危机处理 因为如果不处理好的话 真的很可能会升高这个对立紧张的态势 所以实质上面的做法 倩姐您的建议会是如何 我想举一些过去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以前无论是金门厦门的小三通 两边的通水 金门政府开始讨论的金下大桥 都是由金门的政府开始去委托协商 但是他最后一步 还是在台湾需要经过行政部门的同意 所以他就是像刚才赵老师讲的 你可以有沟通的人 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对方不会相信任何一个非民进党的 非现在的行政团队的人 他所传达的讯息是否正确 甚至你如果要谈判的话 两边第一个你要有信任基础 第二个你要能够确认对方说的话是算话的 有代表性的 对 这两件事情就是说没有授权 以前我们在两岸开放三通直航的时候 那时候是用复复委托 还不是海基海协 是陆委会跟大陆方 然后委托了海基海协 再去委托民间单位 复复委托我们才能够达成第一次的协定 现在我们如果没有任何正式的委托 或者是授权 那没有任何人可以来解决这个事情 更何况此时此刻 我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我们是主权和治权是分开的 主权就各自主张 可是治权我们互不否认 也就是说我们不在大陆执法 大陆不在台湾执法 包含像以前千岛湖事件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在治权这个地方受到任何的挑战 就彼此尊重 对 那金门事件 这一次的基本事件 治权受到挑战了 所以原来的那个第一条线 就是我们主权是一回事 治权互不否认这个事情 这条线我认为很快就会消失了 所以我们两岸在最近的状况 从裴洛西来了 海峡中线的末期线没有了 现在的这一个翻覆事件 非常遗憾的有渔民丧生 我个人觉得非常难过 我觉得台湾在政府从上到下 都应该先要表达这个非常难过的态度 因为这个执法 就算你要把它推到只是执法过当 还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而且人命关天 而且它是不是执法过当呢 我觉得是有个问号的 你应不应该这样执法 其实是应该要考虑的 就是因为那个录影画面 现在没有办法看得到 它第一时间没有出来 你现在再拿什么东西 都已经是永远的罗生门 我觉得很遗憾 那我要讲的是说 执法过当的是说 我有权利要执法 我只是过当 可是应不应该执法 我觉得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像赵老师讲的 我在金门工作很久 金夏两边是一个生活圈 我们从由小三通开始 我们就经过它的水域 它经过我们的水域 这是海上 我们的陆上上亿机场 开始有ILS 就是有那个仪器导航的时候 是厦门的高级机场 同意开放它一部分的空域给我们 否则的话 大家都知道误所金门是3月到6月 它一起误就不能飞 但是大陆当时是善意的 开了厦门高级的一部分的空域 让金门的上亿机场 可以用仪器导航 所以我们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 不能飞 所以海上 陆上 所以你要去想说 我们中间有一条严格的界线 你不能过的话 那如果海上的这一条 所谓的禁止限制水月 这是1998年才搬的 是在两岸有1992的共识的前提之下 才搬的 那如果说这个都不行的话 那空域可不可以 那如果对方也说高级的空域 现在不开给金门 那金门就没有可以做 ILS的仪器导航 就会不会很可能就是下一步 那我们3月到6月中间 物锁金门的那个困境就没有办法解了 好 那再说呢 两岸不但是说在那个物理的界线上面 一直在金夏这里呢 是大家非常融洽的一个生活圈 偷水啊 大家要不要记得 厦门就是说从那个金门的水 是引自这个福建的 好 所以从这些小小的事情都看 就是你要用台湾的概念去想金夏的关系 其实是完全不对的 好 所以今天我觉得 陈玉珍作为由金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他做这个表达 是有他的这个承担 但是我认为对方 在民进党执政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会同意由他来做任何的传话人 或者是不会相信他的传话是有效益的 那接着我们就要说 那台湾要怎么办呢 今天我听到那个张静老师在这个节目上面也讲过 他说广大新事件的时候我们要求什么 我们非常群情激愤的要求 要调查真相 赔偿 就责 还要最后签渔业协定 对不对 那今天连调查真相的这第一步 连我们内部都知道 他有时间差 他有录影带没有公布 我就负责任说 没有公布 不是没有 录影带没有公布 那另外呢 所有的细节到目前为止是不完整的 在你没有完整的真相的时候 就叫做没有真相 两岸如果今天还希望我们脱离这个西方 把我们推进的兵凶战围 希望金门 马祖这两个地方 能够像过去一样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地方 平和的态势之下继续维持现状的话 那台湾一定要产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到今天为止 零分 不过到目前为止 现在已经开始有检讨声浪 就是说刚刚讲到政治责任 因为政治问题 你必须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 政治责任是不是要会延烧到 包括海委会跟陆委会的主观管 这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你可以看到最近也有军事网红 他们就发出了贴文 披露说解放军在福建泉州 新建了远火部队的营区 那其中一个营区的距离 是在金门县大概至距离大概15公里左右 解放军从2022年年底 才撤72防空旅 然后新编了远火第一旅 也就是31622部队以来 东部战区远火部队的数量不断在增加 在沿海也新建了这些营区 那这些部署背后的一个战略 是怎么分析 怎么看 对于未来的就是台湾这边的威胁 怎么样来分析 华之兄 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先整体来讲 这个是一个驱离事件 演变成政治事件 这个政治事件来讲的话 就人民之间的氛围非常不好 刚才赵老师特别讲 这个问题才是这件事情 真正的打火线 那么这个打火线因为处理不好 变成可能引导军事威胁的话就麻烦 军事威胁我们看美国五艘航母 全部聚集在西太平洋地区 国务院 白宫 国防部 三个高层的领导人都出来表态 可见这个事态有多严重 美方也重视了 对 第二部分讲到火箭军 火箭军的话它原来是二炮部队 那么二炮部队 把它升格为火箭军之后 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特别讲到海警 海警就是它的武装 武警武装部队里面的一个支队之一 所以它的隶属 它不是在国务院 它隶属于军委会 换句话说是由习近平所领导 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 直接指导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那么变成海警还有海间 这几天海间 海间船也到我们的相关的海域 来做一些监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针对性非常的强 所以我认为火箭军升格起来 这个炮兵在这个东部战区 在漳州 泉州地区来讲的话 除了针对性强之外 也是一种市警 也是对军事部署的一个 掀起那个预警的作业 这个我觉得我们政府到目前为止 一般的行政调查 都没有清楚的这个交代 避论法律方面的这个调查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件要停止的时间 没有那么容易 同时如果因为 实际上的控制不好 引爆成军事事件 那才是这件事情最严重的 最让人民感到失望的地方 可是现在如果陷入一个僵局 而且用拖 绝对不是一个办法 你要想办法有些实质作为 这次的事件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授 沈毅就分析说 大陆未来有可能会收回 整个下金水域的执法权 他用了收回这两个字 那前立委 蔡任元 来画面中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他的研判是说 大陆执法三段论 接下来他认为可能会演变成 只有我就是大陆方面可以执法 你 台湾不能够执法 最后演变成说 你如果执法的话 你赶进来就试试看 简单来说就是 这个执法权是属于中国大陆 而不是台湾的 如果真的是朝这个方向来发展的话 受影响最深的 刚刚大家也提到了 一定是金门跟马祖 这些外藻地区的居民 可是平常金门跟马祖 跟大陆这边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在生活上面 尤其这个联动性是非常高的 我们如何务实的看这个问题 要怎么样避免走到这一步 倩姐 我觉得现在的执政党 他们真的需要很快的 改变他现在的做法 我们无论是在任何一个事件 就好像台湾今天 讲到今天马上228 那么广大新事件 任何一个事件真相都是第一 如果说真相 就像刚才那个球哥说的 没有把它完整的交代的话 你任何其他的 现在讨论什么补偿啊 这些我觉得都是原木求鱼 而且他甚至是在误导这个方向 他容易造成新的1450的 彼此的对抗 那么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 中国大陆他可以单方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 M503就是一件事 就是他其实并不需要经过 台湾方的同意 他原来是善意的偏离的 那他现在只要回归 他原状的时候 台湾是没有什么其他的 可以抗疫的场域 同时包括海域 和我们现在所有的 专属经济区中间的重叠的部分 过去都是一种默契 海峡中线是一种默契 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 国防军力报告还说 解放军的他们叫做 越驱演训 所以他们只要穿越 那个宫古拉或者是巴士海峡 越过台湾到台湾东部 他们叫做越驱演训 可是在裴洛西之后 他们现在叫做战备警训 那现在在金马的地方 叫做常态警训 所以说他已经把它变成了 他正常的保卫 他的领土跟毗邻区的一种 领土 领海 毗邻区的 一种常态性的作为的时候 其实在台湾是没有什么 单方可以去抗疫 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军力 可以去对抗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是要回到桌上 用最高的善意 并且要让对方 尤其是罹难的家属 和这两个刚刚回去的船员 他们在所有的对待上面 是能够感受到 还是两岸一家亲 同饮一江水 我引用的是金门的故事 金门引用的是三美水库 从近江传来的水 所以金门和福建的关系 马祖跟福建的关系 不是我们台湾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回到 一个比较善意的状况 那中央就是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他们真的必须要改选一车 就是说以前我们在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条例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有想过 这一类的状况的 在那个第二条里面 有讲过各种不同的状况 中间两岸要如何 共同打击犯罪 包含如何司法互助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给予 大陆方司法的 这个参与调查的这个机会呢 那这个可能是最基本 第一个要做的 至少我们符合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 那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以前是因为关系好 双方基于善意 包括503 包括ECFA都是 这个愿意让步 那现在最近也看到说 中共中央2024年 对台工作会议 最近在北京举行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在会中就表示说 要扩大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然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 遏制外部势力干涉等等 同时他提到了 要进一步掌握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从这次的事件 陈国您看到 是不是已经看出了大陆方面 针对刚刚所说 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从哪些方面 你从他处理这个事件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 我们这边常常说 绿营说他们得寸进尺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往统一的方向走 以前本来就是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大家有个默契 现在你的就是我的 是不是 所以我刚刚一直讲 这两岸的问题 你如果完全从法律面来解释的话 法律就是硬方方的东西 一番两正言 那政治它就是个艺术 政治就是个艺术 所以你如果 不用透过谈判来方式 来解决问题的话 一切就是按照法律来的话 那中间的重点性太多了 我们举个例子讲 你说按照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大陆地区应该是属于 中华民国之内的 对不对 那大陆发生的事情 理论上就法律上讲 你要去管 你管得到吗 对不对 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个内政的问题 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定义来的话 他的飞机飞到台北上空来 这是他领空变成 我的内政问题 不是这样搞 不是这样做 所以它是个政治的问题 还有 如果刚才像华学生这样讲 你把政治问题再演变 再升高为军事冲突的话 那就更没完没了了 金门你守得住吗 我们平良心说 所以这几年来 金门本来从一个战地 慢慢从1979年 这个告谈同胞书 当时中共国防部长徐向前 就宣布就不再抛弃金门以后 金门马祖其实慢慢慢慢 我到金门最近去 我去去观光 我就玩了 只是要小心一点 很多未炮弹 小心他要告诉你们 随时坐飞机就去了 对 这很好的地方 你现在回复到金门马祖 被那个战地情何以堪 你守得住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最近赖清德在接见 美国联邦众议院 就是Gallagher 他们的访问团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了 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 大概方针 他表示说会依据和平 对等 民主 对话 这四个原则来处理两岸关系 同时也会强化国防 国安力量 传达台湾守护自己国家的决心 好 这四个原则听起来对比蔡英文总统 路线上面感觉没什么改变 但现在是如此 可是未来在520 当赖清德真正大权在握的时候 这个原则有可能出现调整吗 倩姐你觉得 赖清德今天还是国家副领导人 他有足够的能力出来做任何的表述 但这件事情他没有表述 听不到声音 没有听到 蔡英文没有表述 他们难道不知道 今天当大陆的海巡船只 海警船只登检的时候 他就在行驶管辖权了吗 当他开始行驶管辖权 就是打破了原来治权互不否认的 那个基本的原则 那条线被没收了 那今天如果我们用一个 完全台湾的观点来看的话 那么请问蔡英文跟赖清德 要不要出来讲话 起码表达立场 他一定要表达立场 那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表达立场 因为他们知道姿势体大 这件事情就像一个窗纸一样 当你把它戳破了以后 就永远回不到一个相对的 赖清德的第一个原则 和平 今天你要怎么样去保持 跟维护一个得来不易 70多年 至少从823泰澳战 到现在65年的和平 你要如何来保持 是要有非常多的平衡 而在一个这么明确的一个 金门事件上面 我们有过去的机制 甚至我们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条例 中间对于两岸的司法互助 互相调查的这种明确的表达的 那些条例的时候 这些通通不做 舍此而不为 而要去妄想 未来可以由赖清德上任之后 维持和平 我觉得是原木求鱼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而且我想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赖清德或是蔡英文 连他们现在的海洋事务部门的负责人 管碧玲 没有一个人做出正面的表述 也没有一个人对于中国大陆 做出一种有人性的回应 我觉得有人性也是很重要 没有一个做出了有人性的回应 他们的态度当然就是 我绝对不承认错误 没有错 再是他们的底线 那这条底线 就在广大新事件的时候 你看我们对菲律宾如此的愤怒 就是他们原来不肯承认 我们要求他要逞凶 他们说我们要调查 可是毕竟菲律宾 他第一时间把资讯 把录影带 把船扣了 人也取得了他们的口供 最后也判他们有罪了 虽然时间来得很长 但是我们的第一的要求 一定是逞凶 那逞凶之前就是调查真相 那我相信中国大陆 现在对台湾 最基本的这些要求呢 都还没有做到很危险 这个标准其实应该是要一致的 这个标准已经够低了 没错 而且在这段时间也看到说 解放军电子侦察舰 最近又出现在苏澳的外海 而且还一度闯入 24里的这个临街区 那也遭到了我方海军派船舰驱离 中国大陆现役的这个电针 还有声纳探测船 包括了815 815A 927等型 这些船舰是拥有强大的电子跟水下的探测能力 那美方呢先前 因为他们为了避免爱国者飞弹的参数 被这些电子侦察舰给接收到 所以呢到现在为止都不愿意 在台湾试射爱国者三型飞弹 在前一阵子你也看到的新闻 就是特别还拉到了台湾以外的地区 去做试射飞弹的动作 那美方当然这个太怕说要泄露这些参数 我想请教华球兄是根据你的了解 是这些侦察舰他们的能力 为什么会让美方这么的顾虑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 强大的一些能力 科技参数是中共 一直在遂行的三道力量 就是反制 模仿 精进 他必须要做这三道力量 他的科技的这方面的这个 军事的这个武器的力量 他有办法精进 但是一直很难遂院 那么最近到我们苏澳外海的话 来收集情资 苏澳外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雷达侦收站的一个处手 那收集什么情资呢 收集水文 收集声文 收集我们岸上的相关的 这个飞弹的这个部署 比如说他在飞弹苏澳这地区 他发现到一个飞弹的部署的话 他从这个地方就他的地形 地貌 以及他的武器的这个能量 他就可以研判出 他部署了多少人 他的这个武器的指向 他的任务的目标 这些之后再去演算 再去推演 那么就可以大方面的了解到 台湾整个海岸线的这个 飞弹的这个部署 所以科技的这个参数的这个收集 不是大量的问题而已 而是收集到一个 有用的这个科技之后 他就可以衍生另外的一个 情报资讯的这个来源 顺着这个逻辑下去去模仿 他就有反制的能力 他就有精进的这个力量 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美国那么害怕很多高科技的武器 卖给其他国家都非常非常担心 中共会去确取相关的情知 主要的原因就在怕他仿制 模仿跟禁忌的三道的这个力量 OK 两岸之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想办法要降温 而要降温的唯一关键就是 尤其是台湾方面要如何拿出政治智慧 解放军呢 共激又如往常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在统计方面呢 1月15号到1月20号呢 累计已经有接近70架次的出动 那么在前两天呢 更是一度越过了海峡中线 逼近到俄罗比大约57海里的地方 如果对照在上面这一行 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最近在党刊《求是》杂志当中 他指出说统一战线呢 是党克敌制胜 执政新国的重要法宝 那么在选后啊 纪文兄请教你啊 1月份现在看到20号才20天 70架次的高密度的这个战机扰台啊 你觉得2024共居在台海战略上 跟战术上的最大特征 您如何解析 那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 其实当时 当时对大陆来讲 这是意料中 但又很不愿意见到的 但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 其实它的相关的反应来讲 那我认为相对比较低调 尤其在这个军事和安全这个部分 因此之前大家访见常说 哇 这个是两岸战与核的一支选择 但就目前来看的话 那至少中国大陆在军这个 安全这个部分对台 其实它没有特别的施压 尤其我们过去常看到 它喜欢对台实施所谓针对性的 不管是军演 战备警巡 还是这种异常的基建的活动 故意增加 或者针对外军的基建 在相关活动进行反制 但我们发现这整个一月份 相关的情势我认为比较低调的 这就是显示至少在短期内 我认为在军这个部分 那不是中国大陆对台一个主轴 相对我比较感到忧虑的 可能是军以外 像两岸的经贸 尤其EKFA这种对台 这种壁垒的调查 第二阶段 那会做怎么样的一个抉择 或怎么样政策出台 我认为这是台湾各界 目前高度关注的 但总体来讲 我认为军可能还是维持 过去这个几年 特别是这一年半以来 那中国大陆在台海周边的 这个基建筒活动 会根据第一个 特殊状况是不是有发生 比如说美国是不是有 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或军事人物来台 或者美国某种 特别的军售对台实施 我认为它会针对性的 进行一个比较大规模 有针对性的一个军事活动 那另外就是 就是台湾和美国在整个 在互动这个部分 是不是又踩到它的红线 它必须要借由军这个态势 来展现它的态度 我认为除此之外 它还是会维持以往 所谓常态性的 在台海周边活动 那有的是配合它 各自军演的需要 有的会是顺着它 年度的大型军演的需要 来进行弹性的台海周边 激进活动的一个调整 这应该是未来一个主筹 军事方面以外 就是说经济现在比较需要关注 等一下我会特别来聊 那么在这个时候也看到 台北论坛基金会的董事长 也是前国安会的秘书长苏起 他最近就出书 他分析了两岸关系 目前有斗 托 跟和 这三个选项 而且他还严拟出 提出了九套剧本 他认为上策就是和 中策是托 最下策就是斗 他也强调台湾的出路 就是要两岸政治对话 而台湾要从这方面来努力 而且要主动的出击 不过算说中策是托 苏起认为托也托 不过四到五年的时间 不是听起来蛮严重的 春公是两岸专家 怎么看苏起的三个选项 跟九套剧本 苏起是老朋友了 我觉得当时 如果马总统那个时候 应该是偏向于和 因为他要和解的制度化 那就是和 那蔡英文总统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基本上是托了 未来我的判断只有斗 但我比较强调 不管你是和也好 斗也好 托也好 不是说你说的就 你要这样做就这样做 你要和对岸要不要和 你要拖对岸要不要拖 对不对 那斗的话 那当然要看怎么斗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 美国是很关键 美国这个也是个关键 美国也是个关键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 那么我同意他的说法 拖是拖不了多久 但能够拖多久呢 当然我没有看他 还没看他这本书 也没有听他这个演讲 我不知道 那大陆知道 要拖 大陆方面 他会让你一直拖下去吗 因为习近平已经讲过 两岸问题 久拖不绝的话 也是他动武的一个条件 而且他内部自己 也有很大的压力 对 久拖不绝 也是个他动武的一个条件 那目前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 那在这个赖兴德他 在竞选 选战的过程当中 他讲了一些话 那么让人家感觉到 好像都是要 要斗的味道 因为他也不接受 九二共识的话 没有合这条路了 那你要拖的话 我刚才特别强调 你看对岸会不会 让你拖 是 对不对 另外你像台湾 你有没有拖的条件 我记得您曾经提过说 五二零的就职演说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在五二零之前 您觉得应该有所回应吗 我一下判断 那现在就 我觉得赖兴德跟蔡英文 有点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赖兴德 他一切都要看美国的 一切都看美国 那你现在最近这段期间 你可以了解到 这一次的选举 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大事 像刚才就讲的 没有军事上根本都没有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中美在这方面 做了危机管控 你可以看到 事前刘建超 大陆方面去美国 见了布林肯 还见了美国国安的官员 同时 这个你看在第一时间里面 拜登一呼寻常 就说他不支持台湾独立 然后紧接着叫斯坦伯 还有这些美国的官员 那么到台北来 那这些都是做好选前跟选后的 整个的一个危机管控 其实我对520呢 不要输出我 我在了解大陆方面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期待 没有太大的期待 没有 因为他大陆上 现在已经把你定性了 就双读嘛 所以谁当选都一样 双读了 很多人讲 除非赖金都做180度的大转弯 除非是这样 除非是这样 但是他能够转弯到 接受九二共识吗 我是怀疑的 而且刚刚您说 美方不刺激 中方有克制 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现在台海目前来说算稳定 可是选后也看到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贸政策 刚刚经文也提到 是军事方面以外要关注的 其实是接下来经贸的发展 就是经济上会如何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就透露说 相关部门 在选前我们也提过了 相关部门正在依据ECFA的条款 以及政策法规 研究进一步采取终止ECFA 早收清单当中 包括农鱼 还有呢 机械 汽车铃配件 纺织 这些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 不过 陈兵华也说呢 大陆将会继续的致力 那么推动 这个促进两岸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来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 跟政策 所以接下来就看台湾这边 包括现在马上要卸任的蔡英文总统 还有即将要接班的赖清德如何回应 尚志哥怎么看 我想现在是这样子 在520之前 因为有两个重要时间点 不是从台湾的角度 我其实就像初宏讲 我们更不care 520赖清德说什么 要知道中国大陆对台的定调 基本上都是前一年的11月12月 会有个说法 中央的对台工作小组 接下来就是农历过年 再来的话就两会 农历过年之后就两会 人大政协 所以都在人大政协 两会之前 把未来一年对台的部分 全部都定调了 都是照着这个做 而且以所谓定调 我举个例子 这个定调也不是说定完调 才开始做 没有 定调前该做什么就已经做了 我只要像比如说去年 马来就去的 去那个生生不息 湖南长沙台那个东西 就是在整理两岸的 台湾的流行音乐文化 这个东西就是前年11月 生化融合定调之后 12月1月初 国台办就找湖南台来做了 1月就发动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就3月就做出来了 所以他不会等 所以我说接下来 最近又停了 先前说开了一下又停了 默默的又停了 又重新reset 也就是在520之前 他不会等赖清德 什么讲什么东西 早在520之前 我个人认为两会前后 大概就把未来中国大陆 在对待赖清德执政的 所有的态度 从军事 政治 经济 巴拉巴拉 全部都会就定位了 他不会东看西看 中国大陆在去年 我两包中 我自己去北京都很清楚知道 去年7月6月之前 中国已经准备的everything 一切都是赖清德学上 是 蓝白河这些东西 呦 是个惊奇 但是不太相信 但是今年是这样子 还是有比较特别的 我觉得今年因为 确实出现了小草 小草运动这件事情 就我个人接触了解是 也说对总的赖清德执政 没有影响 但是这一次确实是 北京第一次 不是透过国民党的政党 不是透过蓝媒 不是透过台商 直接看到 听到台湾基层 尤其是年轻人 大清人方面的很多的态度 包括对两岸的态度跟期许 这个东西是我大概这个礼拜 听到跟询问 各方面最多的 所以这里头我认为是 在过去从来没有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大架构 断该断的也该弄的 那么但是要知道 事实上两岸当中 敏台的深化融合 正在训练会提出 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 这个我认为 已经是finals了 会继续加强 那这个东西如何体现 跟基层的对话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做的 怎么做 小抖音吗 小红书吗 还有任何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应该 今年唯一全新的东西 人家听起来就是 未来就是即便是说2024 得多靠民间了 OK 大陆在这个就是为台湾这边的经贸 就是在怎么样来决定的同时 其实大陆的内部经济 当然也存在一些隐忧 BBC就报导说 1月17号 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 他们公布了2023年的经济数据 虽然说2023的GDP同比增长 GDP它的数字是5.2% 成功的保五 但是在人口增长的部分 其实跟台湾 或者说亚洲国家 差不多都生不如死 人口净减少了208万人 他们的出生率 从2019年的千分之十 掉到2023就有千分之6.39 另外在失业率部分 不包含再效生的失业率 是到了14.9% 另外在房地产的部分 2023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下滑9.6% 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 2023中国大陆经济 因为人口下滑 还有包括青年的失业率攀升 房地产暴雷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过2024年 邱老师怎么看 在今年影响中国大陆经济 特别今年也要看 他们的GDP又要保住多少 您觉得影响的关键因素 或是什么 我想刚刚提到的那个 比如说像生不如死 青年失业 房地产 地方债这些问题 那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要看2024年的话 那看的应该不是这些结构性问题 因为结构性问题是对比较长期的经济发展的影响 那我认为说2024年 其实中国大陆 应该会在数字 反映在数字上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就是说 会要再回到5%以上大概比较有挑战 为什么 因为去年最主要中国大陆 它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一环 那它也跟台湾一样 受到这个终端需求疲弱的影响 所以说它出口表现不好 那另外的话 它之所以会在去年 就是不如很多预测机构年初的预期是 它没有看到 没有想像到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时期 它造就一批新贫 新的这种贫穷的人口 而且它的这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减少 等于说有钱人不太受到影响 但是中产阶级很多就变成这个 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所以说我们看到去年 其实中国大陆比如说像 这个放长假的时候 那个游客的人数还是并没有减少 但是整个消费力道下来了 所以你看外需表现也有问题 内需有问题 所以去年其实5.2%是很不错的 我们这样想好了 我们想说这个体重是经济规模 那经济成长率是跳多高 那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很重的人 很胖的人他能够跳很高 那5%其实是某程度上 你放租这个国际比较算不错啦 算不错 但是因为经济结构要达到一个新的均衡 一定要有这个交易成本的过程的衍生 福建海警在15号宣布了将组成舰艇编队 在金门附近的海域要执法巡查 对此国台办也强调说 坚决支持大陆海警部门在金门附近海域 展开执法巡查的任务 也支持海警能够保留 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事实上我们看到从2月14号 在金夏发生了这个船只翻覆致死的意外事件之后 目前这起争议还没有完全落幕 但这几天看到在金门还有马祖 都再度有传出大陆的渔民落水的意外 但这次看到的却是两岸的 包括海警海巡联合搜救 那画面当中两起事件我们先来看 第一起是在3月14号 那么有一艘中国大陆籍的渔船在金门东定海域沉没 目前知道的是6名船员当中 仍然有两人是下落不明 3月15号马祖北干岛东方5.5海里的地方 有一名大陆的船员也是失足落海 而海巡跟海警目前还在持续的搜索当中 现在看到在金马的海域在执法这方面 大陆国台办 从他们现在有软有硬的对外表达上 春公我先请教您 您研判 两岸接下来在海巡的海域执法上面 可能会有什么不同的调整 另外 对于两岸现在紧张的气氛 您觉得是会缓和 还是说有可能再继续的往上 好像大陆方面对于这次大陆遗传 陈这个事件 两岸联合搜救这个并没有什么报道 对不对 国台办发言人还是这个语气还是蛮强硬的 还是针对上次奥伊斯这个事件 认为台湾方面的交代还是不清楚 虽然道歉了 那讲出来又是无情无礼无义 这个说法 所以我认为台湾处理这些事件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令大陆方面觉得满意 那你虽然说没有引带 对没有引带这件事情道歉 可是很多人不相信 就没有引带就没有真相 没有真相 永远没有真相 那当然道歉总比不道歉好了 可是你这个时间点好像都晚了一点 对不对 他们讲辞来的正义也不是正义 有人说那个late better than never 总比没有好 我不认为这件事情 在目前为止会缓和双方的这个紧张关系 你看你刚才主持人刚才也讲了 大陆方面的海警团现在也来了 就仍然是软硬监视 我看不出有软的地方 陈兵华是说了 双方向来积极参与救援 展现两岸同胞守望相助的手足情谊 对对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刚刚春公讲说 果不其然 就是你看3月14号 3月15号 接连发生了又有渔船 那么渔民落海的事件 当然这次看到是两岸 合理的来搜寻 好 那这次在这个金门东定海域 这个搜救当中 网络上也传出了一个消息 说什么呢 说东定岛 岛上士兵 拒绝共军登陆搜索的事件 就是在这个粉砖 这台湾ADIZ 他就传出说 有这个事情 然后说 这就对了 有设备的自己听海事频道 还特别点名的是72频道 但是针对这个事情 来 新门的防卫指挥部 金防部的回应是说 这个应该是误传 没有这件事情 那金门防卫部呢 也没有收到陆方的任何要求 海警在渔民落水之后 在海域来进行搜索 这可以理解 可是照这个粉砖 就是网络上这个讯息讲说 还要登陆上岸找人 大家听了以后 就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至于吗 这个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 到底有没有可能 中共的这个士兵 或他海警的这些人员 跟东定岛上的守军讲说 我想登上岛上来搜搜人 看他在不在 有没有这可能性 我觉得有啊 因为双方并不是没有任何 无线电这些通话 可以交通的 对 其实是听得到的 嗯 对 那当然啦 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 但是后面 就引申到刚刚主持人问的 但是要怎么做 因为 中国大陆有公权力的 这些 不管是士官兵或者是人员 要登入到中华民国政府 现在控制的岛屿 这个 不是一般的小事 根据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十条 里面讲得很清楚 这个大陆人民要进入到 台湾地区的时候 包括金门马祖 他必须要得到 有关机关的同意 才能进来 换句话说 你可以看到 只要中国大陆人民要到台澎金马 一定是要有 像譬如说他要申请入台证 跟移民署 内政部移民署申请等等 他有一个SOP的 对 一定有的 那或许啦 他也可以透过过去 两岸共同在海上合作的机制 这是在马政府的时候 现在已经在形同聚文了 他透过那个方式 跟我们这边的海巡署说 东丁岛我想去看一看 或者请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去看一看 我们走失 这个失踪的渔民是不是在那边 海巡署也是一个管道 那当然还有些人啦 这个会说 要不要跟什么金防部同志 这个其实说实在 两岸两军之间 没有沟通的管道 就我的了解 是没有沟通管道 甚至像美苏之间冷战的 所谓的热线 也都没有 所以发生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 其实两军之间 是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呢 在这个事情上 要通知金防部的可能性 基本上应该是零 金防部应该是军方嘛 对 照理来说应该是海警 就照这几次的 都是海警在海域当中去搜寻 然后呢 透过比如说海警海巡之间的 一个共同的联系 再怎么样也都是协助来寻找 有我方人员到东定岛去搜 也是这样子 不可能就是登陆上岸 然后请求说我要登陆上岸 这几乎是有点荒谬嘛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当然金防部也表示说 这个真的是纯属谣言 好那但是我们讲到说 惊吓事件现在还没完全落幕 确实造成两岸的气氛 现在还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紧张关系呢 520马上就要上任 要接任总统的赖清德呢 最近在接见这个华府学者代表团的时候 他表示说 他上任后在政治上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现状 带来印太的和平与稳定 那么就有学者就分析 而且提醒了 说520的总统就职演说 会是赖清德回复外界 对于他的立场质疑的最好机会 而且这是只有这一次机会 意思就是这一场就职演说 可得好好讲 后续呢 那个也会看到怎么样去发展 那么赖清德也强调说呢 上任之后 他的政治上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 但是外界恐怕要看的 就是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安雅老师你的意见 延续刚刚两位老师说的 今年11月5号到明年1月6号 应该是最黑暗的时期 就是这个拜登跟川普的rematch 拜登如果赢了美国会乱 因为川普会被关 他肯定困兽之斗 那如果川普赢的话 世界肯定会乱 反而这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两岸的一个机会 第一 今年俄罗斯会把乌克兰打得很惨 因为军费两个是三倍的差距 中间差了1000亿的美金的钱 都卡在美国国会里头 所以他肯定会被打得很惨 第二 美国管不住以色列 以色列看起来是美国的老板 今年反而最有可能是两岸签署 签署30年和平协议 最有机会的一年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根本就放弃武统这个条件 如果耐心的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他可以从他支持率 从40%一下到80% 超越陈水扁 马英九都做不到的事情 同样习近平拿到历史定位 超越毛泽东 邓小平 变成世界的领袖 那两个人都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 甚至帮拜登助选 把这个所有的乱象一次解决 而且讲说政治人物 他们说什么很重要 可是他们做什么更重要 就是吴爱玲的救急演说固然重要 表示赖清德上任之后 他的新政府的一个立场跟态度 但大家要想问的是 你到底能够提出什么样具体的做法 来缓和两岸的气氛 春公您觉得 因为也有学者也提醒了 这恐怕是如果不好好讲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两岸可以找寻缓和下来的一个契机 您觉得它会不会延续2022年 那时候蔡英文总统 当时就讲说四个坚持 以此为基调 或者是有可能再引申出新的 我想最低的要求大概就是 维持不变 维持像蔡总统讲这样 我没有安养那么乐观 我认为根本就不可能 在他任内会签和平协议 马总统那个任内就没有办法签 当时气氛那么好的状况之下 都没有办法 那现在根本就不可能 我认为就是对大陆来讲 现在不是听其言的问题 而是关其心 那换句话说 你在一个基本上的要求 比如说一中 一个框架 反台独 绝而共识 你不表达你的立场的话 那么我想赖金的上台以后 两岸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的 反合关系的可能 只能做到不要让紧张关系升高 这已经是不错了 所以我的了解 前一阵子你也晓得我去大陆一趟 各个地方也好 包括中央像宋涛 我的感觉还有智库 特别是智库 他们更悲观 他们认为完全不可能 他们现在基本上 说赖金德尤其民进党政府 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要创造和平的机会 你看看 现在都是谈备战的问题 我们媒体上 是不是 你看美国人到这边来训练 绿扁帽 那么包括民进党籍的立委 像沈柏洋 还有像王定宇他们 目前发表这些东西 你觉得有哪一丝 是要想到 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去和平的机会 最近有听到一些说法 就是现在都不断在堆叠 堆叠 堆叠 这个两岸的紧张 但是等到赖金德总统当选人 真的变成总统以后 他上任之后 就会开始出现一些 比较和缓的做法 我希望如此 我希望如此 其实像2016年 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也做了很大的让步 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除了中华民国宪法之外 他特别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结果是未完成了打卷 不满意 还是未完成了打卷 还没打完 还没打完 未完成打卷 你今天这个 赖金德他的做法 他是务实态度工作者 跟蔡英文被大陆定性是两国论 还不一样 在这个情况之下 要转弯的话 要法夹弯的话 那么赖金德要做360度的 也不是180度的转弯才行 他做得到吗 所以我们说 问题做不到啊 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 你说台海两岸 还是得看太平洋 两个这个两岸 就是美中两强的这个互动而定了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权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